既然你约我前来 我便劝你两句 你本事重量之后 只是被假象所蒙蔽 现在倭寇横行 可是你报效朝廷的 大好时机啊 我全家含冤而死 支撑我活下来的动力 便是报仇 必须千刀留不进 左塌背九华春生 快醒醒吧 归顺朝廷 一战平生所学 我们全家人的死 朕对与皇上无关吗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薛蜀英也是有爹娘之人 可以拿自己的人格 为你做担保 左兄 你左家世代忠良 各个英明 怎可葬送在你的身上 皇上他真的会重用我吗 正是用人之计 如果你有心 我愿意在皇上面前 为你保证 这些窝口真是太猖狂了 竟敢在我大清的国土上作乱 如果不把他们消灭干净 我大清和国民永无宁致 老爷啊 你保重身体啊 你保重身体啊 他们在搞什么 好像 你保重身体 那些人 你保重身体 你保重身体 以時期に応じて我が軍は東南沿海部を占領する 帝国は多くのものを手に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る 中国の言うところの用品戦術 用品一時だ 故に必ず官流を捕らえろ 私たちを殺した者に娘の恵光とつかせる 坂本 伊藤 来たの お前たち三人がやって来い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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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雄 好久不見 你怎麼這事打扮了 嗨 做賊嘛 難免經常換裝 沒想到我們這麼快見面了 卓雄 你終於醒悟了 那還要多謝卓雄的點播 千萬別客氣 山口太郎怒了 派出山本龍一 北野五二 宜藤 集結了百億兵武士 你們要多加小心哪 多謝卓雄提醒 嗯 記住了啊 你又欠我一人情 啊 告辞 咱們走 啊 啊 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你這個搞什麼 你下了你的狗眼了你啊 來客官 我不是故意你怎麼罵人啊 二男子 我才走了幾天 怎麼又惹禍了啊 啊 我跟你說了多少回 人群索笨 衣服長得像石頭鳳梨 蹦出來的模樣 就老老實實待在後院 對 還不樂意 騙了溜到前面 壞了砸家子氣息 人家客官到這吃住 是瞧得起咱們 一眼睛長得後腦勺也就算了 別把腦袋放到褲蕩裡 還縮頭縮腦袋在這兒幹嗎呢 啊 傻愛打呢 那不下去 來 來人呢 哎 來了 趕快帶這個客官到樓上梳洗一下 客官來 這邊請 老爺我上去換衣服 來 請問客官想吃點什麼呢 把你這兒最好吃最好喝的東西 都端上來 我這兒好吃好喝的多著呢 魯菜月菜村菜 嗯 民間的八大菜系 要啥有啥 宮廷玉菜 一樣樣的不浪 反正你想吃什麼 沒有我們不會做的 是嗎 那好 那 您說出來聽聽 那我就跟您介紹一下 譬如說鹹鴨蛋啊 谷顶啊 紅燒鯉魚啊 松花 這是最普通的家常菜 我們稍作不一樣的味道 像是燕窩啊 鮑魚 河豚龍蝦那些非常菜 我們可以做出非常的味道 還有啊 我們這兒最有名的 是自己讓的 河香摘酒 好啊 那 就先把酒端上來 讓我們先嘗一嘗 好嘞 來人呢 把這兒清理一下啊 來人啊 老爺 我回來了 術營 術營 你沒事吧 沒事 多謝小姐關心 術營 事情辦得怎麼樣 按照您的意思 已經都辦妥了 好 起來吧 好 荒 儘前說話 老爺 我想求您件事 您不用說了 我心裡很明白 你放心 我會為你們左家討回公道的 多謝老爺 酒來了 你們兩個坐下 都給我坐下 趕櫃的 把你剛才給我說的好菜 全都給我上來 好嘞 好 師兄 這麼著急約我前來 有何急事啊 賢弟 乾隆這次我是殺定了 你我兄弟一場 我只是最後一次來勸你 盡早離開吧 師兄 無論將來發生什麼事 你永遠都是我師兄 但是 身為遇前侍衛 職責所在 望難從命 好 好 既然你這麼說 倒無話可說了 師兄 師兄保重 鄉主不好了 夫人那兒出事了 出什麼事了 鄉主您快回去看看吧 誰 小月 爹 他 是無事到 滾 你滾 那都是你打我大仇未報 要不然我們早走了 你滿腦子都是仇恨 連敵我都分不清 師兄 我勸你 應該給靈兒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而不是急於報仇 各位 我們的江鄉主 江士成 已經背叛天敵會歸順庭了 從今天起 凡碰到江士成的 就地格殺 還有 天敵會一切的事物 都有我負責 報 楊鄉主 已經查明 乾隆就住在何香斋客棧 好 春子 你怎麼找到這兒呢 徐大哥 你的傷怎麼樣了 已經沒事了 落魁了老先生的秘方 來 給你 再敷一次就全好了 多謝 你是因為救我們才受的傷 我應該改善你才對嘛 不提這個 春子 你對這裡比較熟悉 能不能帶大哥去一趟碼頭 我想看看 有沒有回京城的船隻 好 走 嗯 這是不錯 奉級品 真是美麗 いつか 我々のものになる 哈哈 山口さん 電池界の方 もう大丈夫だ 今から 奴を捜査時に行き 発見し次第 全軍で捕らえろ はい 是 小月 你看 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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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階段 四階段 十分無線 二階段 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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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懂事了 你放心 我一定把她安顿好 我要让她 开开心心地长大 平平安安地生活 灵儿 给你娘磕个头吧